国营事业绩效奖金砍半恐怕出现大翻盘 原本立院朝野协商要求民国101年起有盈余才能发放绩效奖金 而且最高不超过1.2个月 但昨天最新协商结果将由行政院在三个月内订定合法标准 再送立法院备查 113火大游戏 周日下午2点登场 主办单位民进党发言人林佑昌表示 游行队伍分成9大队 从人外路一线路口集结出发 游行路线中设立三个集气站 让民众可以拿起鼓棒敲击汽油桶表达不满 张华地检署侦办张华县长卓博元的弟弟卓伯仲 疑似涉入县府邀案 卓博仲及县府官员和厂商等5人 凌晨经过过训之后遭检方声压 法院召开声压庭之后 裁定环保代厂商黄四吉收压境界 台中市政府推出评价托育补助计划 把保姆每个月的收费标准定在一万三千元 引发保姆不满 批评台中市政府干预市场机制 换算成时薪连基本工资都不到 经常给的电视传统报道